他会想起以前的一些片段,只是时间混乱,不能连成线。 像一幅拼图,他随机拿取一块,不知该放哪里。 拼图被拼得七零八落,只有蓝忘机知道答案。 幸而是为无限乐地去拼这幅拼图,他兴致盎然地朝蓝忘机讨要线索。 我们后来还来过这里吗?都点些什么吃的呀? 是来过的,客少的时候,他们会丢下室友们,跑去吃一碗糖水。 他们早就学会了避开高峰,专挑着人少的时候去,有时是午后,有时是晚上。 在数热当头的夏日,他们俩缩在糖水铺里,吃一碗冰爽的西米露。 店家会在西米露上浇一勺用糖熬的红豆泥,一口下去,甜得滋芽。 这个回忆是甜味的。 助理在身后催大家回会议室,打断了蓝忘机的回忆。 他帮魏无限拼上了这块拼图。 我们来过,第一次是在大三,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。 后来常去,我们会点红豆西米露,双皮奶。 很甜,你喜欢吃。 会议一直持续到晚饭,散场时,大家的脸上都带了疲惫。 手机上有几条来自魏无限的未读信息,蓝忘机点开看。 最前面的是一张图,图上是浇了一层红豆泥的西米露。 西米露? 不记得是不是以前的味道了,倒真的很甜。 等下次,我们一起来吃吧。 他邀请蓝忘机一起,把这一幅拼图拼上。 检查结果一切良好,魏无限有了理由,每天寻思着要出门。 他在家里闷得久了,人都快发霉。 蓝忘机不拦他,只吩咐了要注意安全,不能乱吃乱喝,也就放他出去了。 他工作忙,加班都是尝试,不能时时在家守着,而魏无限车祸后就离职了,正乐得清闲,满世界玩。 玩得开心,还不忘和蓝忘机时时分享。 一天的会开的连轴转,蓝忘机类的眼睛干涩,中途休息看眼手机,就总能收到魏无限发过来的照片。 有时候是路边的小猫,有时候是帅气的车,有时候挑衅一样发一张蓝忘机明令禁止过的冷饮,有时候又可怜巴巴地发张自拍,说刚才吐得好辛苦。 他的记忆断层七年,七年,足够一座城市发生巨大的变化。 他像个时光探索者,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寻找改变的痕迹,又在这些蛛丝马迹里,寻找散落的记忆。 还记得这家糖水铺吗? 居然还在。 但是人好多,要排队,我就没进去了。 魏无限发过来一张照片,店铺门口坐满了牌号的人, 店招牌却还是他们大学时的那样,木质牌匾,古色古香。 蓝忘机记得这家铺子,那是他们在一起之后没多久,同学推荐的。 同学夸得天上有地上无,魏无限好奇得很,下课之后就拉着蓝忘机挤着晚高峰的地铁,专门去了一趟。 彼时,他们还只是学生,没有见识过早晚高峰的险恶。 车门打开,蓝忘机险些没挤上去,全靠着魏无限身形灵活,与一样滑进人群,顺势把蓝忘机带了进去。 他们被人群推挤着,紧密地依靠在一起。 车厢里弥漫着各种气味,五花八门的信息素,汗味,香水味,但他们拥抱着,鼻侧只能闻到彼此的信息素,在拥挤喧闹中自成结界,隔绝了喧嚣。 车门打开又关上,有人下了车,车厢里松动了些。 推挤在身上的压力卸去,蓝忘机终于能踏踏实实踩在实地。 刚才车厢太急,他始终环抱着魏无限,生怕他被旁人推丧。 此时有了空隙,又担心抱得太紧,魏无限不舒服。 他忙松了松手,给魏无限腾出位置。 然而,缓在魏无限身后的手臂松开,魏无限却没有离开。 他依旧紧紧地挨着蓝忘机。 他们的胸膛贴着胸膛,随着呼吸一同起伏。 蓝忘机挣了片刻,重新缓住怀里的人。 店铺的味道是好,可蓝忘机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一层级的脚步粘地的地铁。 吃完糖水,这座城市早已过了最忙碌的时候。 节奏放慢,音调拉长,连回程地铁上轻微地摇晃,都成了催人休息的摇篮。 他们俩找到了座位,并排坐着。 没有了推挤的人群,他们没了紧密依靠的理由。 他们坐在一起,大腿挨着,手默契地伸向对方。 是不需外人成全的食指向扣。 卫无限的信息一连串地发过来。 我记得那会儿这个店都没什么人,味道好像还挺好的。 卫无限的记忆还没有完全恢复,但情况一直在好转。 他会想起以前的一些片段,只是时间混乱,不能连成线。 像一幅拼图,他随机拿取一块,不知该放哪里。 拼图被拼得七零八落,只有蓝忘机知道答案。 兴儿是为无限乐地去拼这幅拼图。 他兴致盎然地朝蓝忘机讨要线索,我们后来还来过这里吗? 都点些什么吃的呀? 是来过的,客少的时候,他们会丢下室友们,跑去吃一碗糖水。 他们早就学会了避开高峰,专挑着人少的时候去,有时是午后,有时是晚上。 在数热当头的夏日,他们俩缩在糖水铺里,吃一碗冰爽的西米露。 店家会在西米露上浇一勺用糖熬的红豆泥,一口,下去,甜得滋芽。 这个回忆是甜味的。 助理在身后催大家回回一室,打断了蓝忘机的回忆。 他帮魏无限拼上了这块拼图。 我们来过,第一次是在大三,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。 后来常去,我们会点红豆西米露,双皮奶。 很甜,你喜欢吃。 会议一直持续到晚饭,散场时,大家的脸上都带了疲惫。 手机上有几条来自魏无限的未读信息,蓝忘机点开看。 最前面的是一张图,图上是浇了一层红豆泥的西米露。 西米露,不记得是不是以前的味道了,倒真的很甜。 等下次,我们一起来吃吧。 他邀请蓝忘机一起,把这一幅拼图拼上。 白日里玩得尽兴,到了夜里,未无限的睡眠却没有得到改善。 他的噩梦越发频繁,几乎每晚都得昏昏沉沉的梦一段。 次数多,了,并非次次都会惊醒。 有时现在噩梦中,惊得满头冷汗,人还是昏睡不醒。 蓝忘机留了心,睡得浅,夜里魏无限震动,他便会醒来。 怕魏无限被掩住,还是得把他寒醒,安抚过了,才能让他再睡下。 好困,魏无限被噩梦折腾得精疲力尽,坐着靠在蓝忘机身上,额头抵着蓝忘机的肩膀。 我梦到我瞎了,眼睛流了好多血。 虽说是噩梦,但他的梦五花八门,并不全是恐怖的。 除了常规的被鬼追打丧尸之外,夹杂了一些零碎的记忆。 只是这些记忆被噩,梦扭曲,魏无限分不清梦和记忆,所以醒来之后,能记得多少,都说给蓝忘机听。 好像是打架,你们送我去医院,这是真的吗? 他眉骨头似的把全身力气都倒在蓝忘机身上。 蓝忘机由他靠着,还着他的腰。